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最近我跟很多不同的Youtube拍片的人都有交流 裡面有美容的人也有 打Gameplay的也有 拍搞笑短片的人也有 我發覺大家原來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晚上經常性都不夠睡 相信很多人都會跟我一樣就是 全日早上九點鐘開始做事做事做到下午六點鐘 全日時間都不斷地在這裡烏眉黑睡打瀚怒好眼睡 但是當你做完全部東西回到家的時候 就變成鬼火那麼精神 是完全睡不著的 就是我晚上11點鐘這樣 我是打了哭怒 嘖嘖嘖嘖 想睡覺 但是我睡到牆上之後 我是完全睡不著 其中的原因是因為 就只顧著玩電話 在iPad也好 也在iPhone也好 只顧著按電話 是完全睡不著的 那太過夜睡 還有不夠睡有什麼不好呢 那肝會不好 那眼睛會不好 那我的眼睛不好 我會怎樣解決呢 有時候我就會敷這些眼睛 那我自己其實我會常常喝涼茶 那涼茶呢 那最好當然是去涼茶店 但是涼茶店就不是每一個都都有 所以我會去便利店買那些 什麼東西 下膚草 金吉檸檬 金吉檸檬好像不合理的 那感覺上我就好像買回來喝 然後就好像覺得自己喝了涼茶 心理上就好過一點點 那最近我就在便利店發現了一種新的飲品 我想今天介紹給大家的 沒錯就是這一瓶 這一瓶 什麼青肝明目飲 應該是 還是青肝明目飲 我不知道 它的名字 青肝明目飲 應該是 這瓶東西剛才我都說了 夜睡肝會不好 眼睛會不好 那我去買飲品的時候 那我看到這瓶 就是完全是 什麼 度身訂造給我的 設計給我喝的 那它這瓶東西 它上面寫著是什麼呢 它上面寫著這個 herbal detox 藥草的解毒飲 這間東西的公司叫什麼名字 Balansy Balansy 沒聽過 出不出名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就好像沒什麼留意過了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瓶回來呢 那當然啦 它的名字已經吸引到我 但是接著我發現了一件事 是最重要的 因為平時我吃東西喝東西 我會是很怕味精 防腐劑那些東西 尤其是味精 因為我吃東西吃味精 我會抽筋 因為有少許敏感 那防腐劑也是啦 人造色素之類的 全部都是 對身體不會有好處的 這些東西 是一些化學物質來的 雖然我買飲品 或者買東西吃 我是很注重這件事的 那上面寫得很清楚 就說這個 沒有添加防腐劑和人造色素 那當然啦 喝這些東西 當然要先知道 它的份量裡面有什麼 那它說就說清乾明目 我怎麼知道它是不是 對不對 那上面就說 它這個成分 是有薑黃素和胡蘿蔔素 有這個什麼 天然抗氧化作用 可幫助保護皮膚 眼睛及保持肝臟健康 尤其是適合熬夜工作 疲勞人士飲用 它們是不是知道我真的不夠 所以特意弄些味道出來給我喝 我後面那塊吸引棉掉了下來 不要理它 好啦 那這支東西 既然我買得回來 那當然要試喝啦 那它 看它的包裝 應該都是橙味 因為它上面也有橙在那裡 那我們馬上試試看它的味道 它這支東西打開之後 它的瓶蓋 大家見到嗎 裡面有些黃色在那裡 那它就說 那個瓶蓋上面的黃色 或者那個瓶口上面的邊邊的黃色 其實是來自那些薑黃素的天然色素來的 就是如果是人造色素的話 整瓶蓋都是黃色的話 喝完應該會死的 那既然它是天然色素 那就OK 沒問題 喝下去的味道 好像金吉檸檬一樣 OK的 那它就說清乾明目 那當然我就不可能說 喝完之後 馬上就用眼睛 哇 那清乾有明目 那樣 沒有可能的 那但是我就想著 看看試試可以喝一個星期 那樣 喝夠它一個星期 那看看會不會我的眼睛真的好一點 可能會對於我打機上面眼殘的方面 可能會有些幫助 哈哈 眼殘之寶 哎呀 它說喝用前要搖勻 那我搖勻它先 雖然喝了兩口 搖勻了會不會好吃一點 搖勻了好像比較好吃 可能因為剛才它有些沉澱物在裡面 它有一點沉澱物 其實我覺得是代表了是有天然東西在裡面 沒有那些呢 我反而覺得 是不是全部都是一些化學東西來的 這個東西是可以舒緩虛火症狀 那什麼叫虛火呢 那大家才知道什麼叫實火和虛火 它這裡寫實火是什麼呢 就是柯屎的時候 那些屎會很乾潔 涉則紅的為實火 這樣 這個是那些中醫網站寫的 柯爛屎就等於虛火 那麼 輸虛火這方面呢 那我應該就不需要了 因為我很少柯爛屎 哈哈 但是體型環有實火 還有剛才說的那些薑黃素 就是補乾 胡蘿蔔素 就是這個胡木 以前好像有首廣告歌 是唱胡蘿蔔素的 如果看到牛奶味 朱古力味沒有定期 那個是朱古力 那今天這個呢 試喝這個清乾明目飲 清乾飲明目 清乾明飲目 我還沒搞清楚它 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紹這個 這個清乾明目飲 就是這間巴倫士 巴倫士的公司出的 低糖 低糖這件事很重要 我這些怕肥的人呢 我喝凍檸茶都要小甜或者酒甜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很喜歡在便利店買糧產的話 那大家應該多我選擇 它這支應該是新的 因為我沒見過的 那今天經過七十一件到 那就買回來 清乾明飲目 清乾明目飲 我還沒搞清楚它 還沒怎麼讀 好啦 今天這條影片呢 先暫時到此為止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 那如果大家發現有什麼 古靈精怪的東西呢 因為最近我已經發覺 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已經玩了 那如果大家發現有什麼 我沒有拍過的 那記得在留言告訴我 那我下次去吃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或者喝一些古靈精怪的 那這個就比較正常一點 因為應該是對身體有益的 那我介紹給大家 好啦 今天這條影片 先暫時到此為止 那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like 那記得留言 OK 那我們下條影片回來再繼續 就這樣 拜拜